在直总横袭最新的培训计划下 中小型企业将能享受咨询服务及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 推进业界数码化 目前已经有40家企业加入了这个实验计划 直总希望到了明年底时能帮助500家企业数码化 这是一堂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课程 让学员能够更有效地收集数据 例如一名超市员工可以通过简单的编程 让电脑自动地收集其他超市的商品价格时 无需再利用人工去各个网页搜索 这是直总在中小企业数码重启计划下 推出的五项课程之一 直总希望业者拥有不惧改变 接受数码化的良好心态 疫情在短期推动了很多我们的企业 进行他们自己的调整 尤其是在数码化方面 配合我们直总的训练班 带动这个数码化的训练 我们毕竟可以找到共赢的一个战略 本地中小型企业雇用了我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 直总也与其他的机构伙伴合作 加强计划推广 加强